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握半生 我方知这样寒冷 何为爱 无非妻风风雨淡 流着血 红着眼 就算多穿几个弯 每日中酒 醒宿醉未晒 寻伤一句到头来毫无乐趣 言而呼喊 痛哭 拉斜 何时对 为何笑到猛火泪 我都不介意伴随 还我知 这生醒了又在醉 闻昌天 有几多快活而泪 那个耳唇还能说水土不服 风寒未清 现在连玉莹这丫头也说病啊 到底什么病啊 回娘娘 经奴才打探 玉莹小竹乃是气须湿热 而且全身长满了红疹 所以至今仍卧病在床 那席间其他人的表现如何 回娘娘 每一个秀女 都支礼而行 安守本分 不过 不过什么 可能是奴才多心吧 但是经奴才观察所见 皇上好像对玉莹小竹他 特别另眼相看 乌雅玉琪 真是属中无大将 没办法了 娘娘 谁让那个玉莹早不病晚不病 在最重要的时候他才病 这么不走运呢 是上天捉弄还是招人嫉妒 才落得如此下场 现在还言之过早 如飞娘娘急想 娘娘吩咐奴婢为中岁宫各小主 准备的礼物 已经打点妥当 本宫记得让特别留一份 给玉莹的是不是 赵娘娘吩咐 宝禅已经准备好了 是不是现在立刻送过去啊 是要送 不过我特别留给玉莹的那份厚礼 现在替我转交给玉琪 照我吩咐做的 是 娘娘 各位小主请让开 请让一让啊 谁都有份永不露空 娘娘知道夏天将至 所以特地送上这些竹丝骨卷扇 让各位小主做解蜀之用 如飞娘娘果然眼光独到 就看她挑这批扇子 手工精致 花鸟虫鱼 全都栩栩如生 就算不用她来煽风 光是闲事拿来观赏 就已经是赏心乐事 心凉透彻了 淑宁小主果然是慧眼过人 这些团扇 全都是由潮州 送来进贡的佳品 贡品啊 这些扇子是贡品啊 不识货呢就别乱说 广东月秀乃是四大名秀之一 我的扇子也并非寻常之物哦 姐姐啊 你为什么出来走动呢 御医说你出红枕 不可以被风吹着 我是双手长枕子 又不是全身都整 还不是一样 御手不能外露 那怎么能一扇再手啊 娘娘的贡品 照我看你是无福消瘦了 元妻小主 这把扇子是娘娘特别赐给你的 你们看元妻的扇子多漂亮 跟我们这些不一样哦 是啊 看看 这扇子两面都是金光闪闪 图案还一模一样 跟我们的比起来就是不一样 这款扇子我额娘也有一把 这款是叫双面绣吗 是刺绣中手工最巧的一种 就算最老练的师父绣啊 也要绣几天才能完成的 林公公啊 我跟如飞娘娘只不过有一面之缘 她为什么会特别理待我呢 这个可能是缘分吧 也许娘娘觉得跟小主女特别投缘吧 你看 这些都是今天早上有人为你打点的 开始呢 我以为我跟大家的房间是一样的 但是去了淑妮姐姐的房间看了呢 才发觉我的房间啊是不一样的 还有啊 安福寿他们呢 今天无缘无故替我换成丝绸被卷 还为我多加了两个香炉呢 那我就想呢 给他们个红包了 可是啊 他们不要啊 他们不是不要 是要一个大一点的 如飞的扇子扇出来的风 果然真的非比寻常 所以他们当然对你另眼相看了 真的啊 他们全都是看天做事 昨天在秦安殿 林天子也向你盛言垂住 他们哪敢怠慢啊 我嫌他们行动过快才对啊 一早就过来把我的被褥翻乱了 差点啊连我的宝贝也扔了 看你这个傻丫头 长这么大了 还把这些石头当宝贝 如果你这次啊 真的能够脱颖而出 受风得宠的话 在你面前呢 就再也不是这些五彩石春 而是珍珠玛瑙 全都随便让你挑 就算是啊 也轮不到我先挑啊 论样貌啊 两位姐姐胜我百倍 要不是耳淳姐姐啊 昨天要留神于玉营 而不能去秦安殿的话 皇上看中的人啊 一定会是你 不会是我 只要我们其中一个 可以得蒙圣宠 义父就可以安枕无忧 有什么分别呢 是啊 义父教授我们这么多年啊 就希望我们有今天 姐姐明白 如今跟我说男女之间的事 你一定会有点难为情 不过算了 现在说还是言之上早 因为在我们面前 还有很多事情没解决 玉营那这次 是因为长了一身红疹 所以才可以躲过这一劫 但是她的病 很快就会好的 这一点我也想过 与其等她的病好了之后 我们再废周章 倒不如让她的病 一直地病下去 一直地病下去 那怎么样啊 二川 这次又要再辛苦你了 按照宫里请立的规矩 玉医替玉营把完卖之后 就立刻开药处方 然后吩咐小太监 送去玉药房哪儿暗方注药 为避免有人在药里下毒 玉医会以身试药 确保无误之后 才送给病者服用 跟着再由小太监 把药送到病者宫中 而这个人就是小林子 只要小林子在送药的路上 看准时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 把二川跟玉营的药 偷拢转放 所以当药送到中翠宫的时候 绝不会有人洞悉 其实两份药早已经忽悠不同 二淳小手极小 二淳 你找我有事啊 我刚刚喝完药 我知道你怕苦 特地留了两块蜜饯 让你下药 你怎么了 还不喝药 这药很苦 很难喝 而且喝了也没用 疹子不大没有好 还多了呢 你看看 不是啊 我说你的疹子少了才对 是吗 玉医来的时候没跟你说吗 她只是叫我按时服药 解决新辣刺激之物 我平常不吃那些东西的 但是那个玉医啊 她好像认准了 好像因为我乱吃东西 才得这个病 是啊 我记得你说过 吃桂圆肝会长疹子 你是不是吃了不知道啊 当然不会了 我从小到大 就是因为吃了那些东西 才会出事的 我吃药啊都已经吃怕了 哪还敢吃啊 既然你知道药道病 出这个道理 你还不快点喝药 凉了喝下去啊 不好的 嗯 这碗药还那么烫 喝得全身都烫烫的 很痒啊 哎呀 你别抓了 我审人她说 出红疹最近就是皮破出血 就算好了也会有疤痕的 你是不是想变成麻子啊 但是真的很难受啊 你知不知道 好像呢 有很多蚂蚁在山上 爬来爬去的 很难忍呢 以前在娘家 就有额娘为我拿扇子扇风 才没那么难受啊 但是现在 哎呀 急死我了 好了好了 不要抓了 我那边呢 有把额毛扇 如果姐姐你乖乖地喝药的话呢 我一会儿过来 给你扇扇子吧 真的啊 那谢谢你了 儿纯 你快点去拿吧 我很快回来啊 嗯 喝药啊 知道了 姐姐 我拿扇子来了 进来吧 真是谢谢你了 儿纯 你说怕烫不喝 是怕烫啊 不过更怕让你骂呢 我的病虽然美好 不过有个这么温柔体贴的妹妹照顾我 就算病了 也病得挺开心的 小病固然是福 但是难得皇上终于回京 我们又错失了近见的良机 你不失望吗 您很想见他的 想啊 谁让自己的身体不争气呢 不过凡事呢 都有两种看法 如果这次不是因为病而没出息 皇上呢 一定会对我一见难忘 到时候万千宠爱在一身 一定会招人嫉妒很多是非的 哪会像现在那么悠闲呢 照你这么说 难道一辈子不见皇上啊 当然不会啊 俗话说树大招风 还是让元祺那个山姬先挡着点风 等适当的机会呢 我这只凤凰才在皇上面前展翅飞翔 原来你留了一招 难怪呀 一点都不介怀呢 那还用说啊 到时候我们姐妹俩呢 就像一对门神那样 站在门口左右夹着皇上 不让任何人接近她 张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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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传皇后一旨 准请御药房大夫过功请卖啊 还不给我拿药箱 是 对不起啊张大人 奏请的妃嫔娘娘 指名要孙白杨 孙白杨大人啊 请问孙白杨大人在不在啊 我在 孙大人 照你的诊断 我怎么掉这么多头发 娘娘你只是血虚气弱 肝气欲结 所以才会引致脱发 那我就放心了 我还以为是邪风所轻呢 还想去清安店做一场法事呢 你的头发本来就乌黑壮肩 偶尔掉一两根也是很自然的事 就好像我们有头皮血一样 真的 怎么样孙大人 我最近经常头晕脑胀 昏昏欲睡 毫无精神 不可能有头疯吧 娘娘的脉膝不像有头疯 不是那就好了 别人常常笑我面黄肌瘦 得不到皇上喜爱 你说如果我还浑身是病 那就惨了 娘娘 黄豆汤已经煮好了 晾凉之后就可以慢用 对不起啊大人 奴婢最近肠胃不适 事理大人 奴婢该死 还站在这儿 出去吧 是 娘娘 就下官所见 娘娘并无大碍 我会看一些 不疲异肺何谓话基调给你 浮了就会食欲大增 自然就会风雨了 真的可以丰满了 不过此要跟黄豆相冲 我看娘娘要劲持黄豆 一定一定 下官告退了 娘娘 快点扶起来 扶着他 他气门受阻 放下他腰上那条什么东西 快点解下来 不行不行啊 如果娘娘一醒 发现不见了腰带 我们一定会受罚 去这条烂布 有什么重要的 回孙大人 那条叫仙腰部 德平娘娘说 日夜缠在腰间的话 可以让人不觉饥饿 先吸腰汁 回复苗条 那就说他没有进食了 有 不过都是一些西州青菜 还是吃不过三呢 你快把他腰上的 仙腰部解下来 要娘娘不再脚步轻浮 气血虚弱 要仙腰 本官自有办法 何大人 孙大人 有何吩咐呢 照你挑选的卖烂 这位玉营小主所患的 只是普通识诊 怎么这么多天还没好啊 回大人 下官接近所能 聚病开放 无奈小主的红诊仍不退 所以下官继续开药 记录在案而已 如果那些要对呢 病情为什么毫无进展呢 话不可以这么说啊大人 自从皇上回宫之后 久衣未遇的 尤其是中翠宫的绣女 他们为了讨好皇上的欢心 就不惜在民间 寻找所谓的美容偏方 可是滥用成疾 还不肯服药 就搞得自己身体差了 更甚的 把责任全推在我们御医身上 说我开方不力 浪得虚名 够了 主子就是主子 他们的心思如何 轮到我们当臣子的胡乱猜测 我们当御医的责任 就是保住各位主子的身体安康 就算是到头来 主子真有点危言 我们也一定要把他们的病治好了为止 怎么可以把他们的病情 拖拖拉拉就算了呢 大人 请你放心 那些娘娘再刁难啊 对另外一个孙大人也言听计从啊 是 是啊 既然大人对我们没信心 不如请另一位孙大人代劳吧 是啊 大人 那些娘娘呢 对我们这些老御医啊 跟那些年轻人呢 差得远了 若要要道回春呢 非孙大人莫数啊 这些老御医的老御医生 服药期间有所借口啊 当然有了 你以为我不听你们的吩咐 才会药食无效啊 不敢 玉营小主是肝肾亏虚 激毒滞留才会肝风积聚 这样才会引发施针的 如果小主你有定时服药 也借口的话 也许下官开一些清热的凉汤 让小主食疗之用 这会对病有帮助的 小主请我搔痒 会留我疤痕的 那是不是我服用的药 也要一直服用啊 那当然了 孙大人啊 可不可以在药方里面 加一点蜜枣 或者蜂蜜之类的东西呢 蜜枣或蜂蜜 其实我也知道 苦口良药嘛 不过呢 药真的很苦 很难服用啊 你说药苦啊 这些就是小名字 给玉婴小主煎的药 是啊 那土阴沉 田基黄还有地丁 这些全都是清热毒的药 我今天明明看见小名字呢 是煎这剂药的 这就奇怪了 既然何大人的药方正确 玉婴小主不可能服错药 服错药 他今天说药很苦 你看看 土阴沉 西黄草 还有地丁 这些药都是偏酸的 加上菊花的话 是酸中带干 怎么会苦呢 玉婴小主的病 这么久也没好 就是因为服错药 但是不可能啊 药真的是煎出来的 何大人也应该试过 那真正的药到哪儿去了 你给我去煎药房那儿 找下其他药杖 孙大人啊 煎药房一天有很多药杖 我该怎么找啊 就像你所说 药不会无中生有 无中而去的 如果我现在怀疑 玉婴小主的药 是让人调换不化 你会找到些什么 有多苦就多苦 去吧 嗯 苦口良药 还要越苦越好 你在干什么 孙大人啊 我 我送药啊 送药还是换药 为什么要把玉婴小主 跟耳唇小主都要调换 是不是徐公公指示你这么做的 孙大人啊 奴才也是迫不得已 才这么做的 未免殃及之余 孙大人 你还是少管先生 我不管你有什么人撑药 你身为太医院的太监 竟敢擅自换药 危害两位小主庆 如果这件事传出去 一定人头不报 是不是耳唇的病有所变化 当然不是 何大人 定有药物传身 既然小主的病 以后是由下官负责 责任上 下官应该要登门作诊的 对了 服药这么久 不知道身体有什么变化 挺好的 挺好 难道大人 不应该希望病人的病情 有所好转呢 这个当然 孙大人 你要的药已经煎好了 有劳公公 药还是那副药 小主也应该照旧趁热服用 这次的药 加了点南枣来煎 理应比上一次 没这么苦是不是 是啊 这次的药 的确容易入口了很多 刚才送去给耳唇小主的药 正确无误吧 奴才从抓药 煎药到送药都是自己一手包办 绝无假手于他人 不可能出错的 奇怪啊 其实耳唇小主 如果真的服错了 玉营小主的药 他应该知道药味 是酸中带干 不可能是苦才对啊 难道耳唇小主 根本就没服错 玉营小主的药 或者是 他根本就没服用那些药 这件事实关重大 你一定要保守秘密 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知道吗 知道孙大人 你说换 换药那件事 让姓孙那个御医拾穿了 我也不敢肯定 但是那个孙白阳 的确比以前那个何在山 心思甚密得多 以防万一 我们要想一个对策出来 姓孙那个是太医院的医士 相信义父对他一定会有所认识 最麻烦的 就是我们现在联络不上义父 但是我相信大娘对他 也会略知一二吧 我会派小林子回去 让他问清楚大娘 孙白阳究竟是敌是友 那耳臣姐姐呢 可不可以服用他原来的那些药 你看看他 脸色一天比一天差 我怕他还没有赢那个玉营 已经熬不住了 行了行了 我知道你乖 放心吧 我没事 熟悉小主白来有话通传 什么事 有话呢 你在外面说就行了 请问元席小主 在不在小主房里 因为永寿宫的林公公 放得如飞娘娘之命 想请元席小主过服一句 大家快看 真的很合身呢 娘娘你看看 娘娘在六宫里 向良以一身心腰 让各位姐姐妹妹望尘莫及 羡慕非常 如今真是没想到 元席也有这个本事 穿上娘娘这件衣服 娘娘 元席自治平庸 哪有资格跟娘娘相提并论呢 您送我这身祈福 恐怕只会糟蹋她 不是 挺合身的 就当是本宫送给你的见面礼吧 不行啊 太名贵了 元席没有资格收啊 难道你嫌她救啊 不是娘娘 元席不是这个意思 元席不敢啊 这祈福是江南制造李大人 去年专程为我做的 不过本宫生产之后 丰满了不少 既然不合身了 仍雷又觉得可惜 既然你合身就送给你 你不用这么诚惶诚恐啊 还不赶快谢谢娘娘 谢如飞娘娘 啊 难得今天这么高兴 就让姐姐送你一支朱钗 让妹妹你穿上娘娘的衣服 可以相得益彰 是啊 过来吧妹妹 让我们给你装扮一下 娘娘极小 娘娘 孙大人求见 娘娘极小 孙白杨向娘娘请安 不必多礼 突然有传孙大人进宫 可有打扰你的工作 娘娘严重了 没有吗 有传最近中翠宫 各位小主抱恙 其他大人久治无方 最后还要劳烦孙大人你接手 何大人他有药物缠身 臣才会替他出诊 还听闻那位侯家御营 服药多日 久病未愈 迟迟也不见好转是吗 回娘娘 玉婴小主 她天生体质虚弱 加上水土不服 所以病情才会有所耽误 相信假以时日 她必定会好转 请娘娘放心 人能不能治好 本宫没兴趣知道 在六宫里 表面是一套 里边却又是另一番 尔虞我诈的景象 相信你我都很明白 本宫今天召你来 只想问你一句 玉婴的病 是不是让人加害而成 如果是 这个又是一个什么人 居然会有这种本事 如果本宫不把你当成自己人 也不会这么坦白地问我 既然这样 你也很应该投桃报李 是什么就说什么 娘娘 先天下之忧而忧 实在辛苦你了 但是正如陈刚才所说 玉婴小主的病是寻常事 陈实在看不出 有什么阴游 会跟其他人有关 既然是风平浪静 那就最好 退下吧 大娘要我们暂时安兵不动 全都怪奴策务事 到现在我还不明白 为什么孙白杨 会动心我们计谋 信孙那人 真的没把这件事 到处跟别人张扬 许公公昔日 有授权于他 孙白杨可能对公公 还有点顾忌 不过事情既然已经败露 再依稽而行 恐怕会让人有机可乘 所以 所以一切种种决定 全都是大娘一个人的意思 是吗 什么人 淑姐姐 你这个时候出来干什么 夜来风凉 你应该好好休养一下 淑姐姐 柳大娘要我们暗兵不动 一定有她的原因 如今义父 仍然被刑部软禁审查 柳大娘 她是不想我们再贸然犯险 二纯 这个道理 姐姐怎么会不明白 既然大娘有这个决定 我们一切自当照办 小林子 你去回报大娘 我们照她的意思 把一切搁置 于药房方面 就让他们照正常送药吧 更何况 姐姐真的不忍心看着妹妹你 一直不能服药 并也迟迟不能好 那奴才先行告退 对 信孙那人暂时应该耍不出什么花样 你要趁这个时间 好好地调养好身子知道吗 对不起啊 姐姐 我是看你来这么久 有点担心你 跟宫外联络的事就交给姐姐安排吧 你不需要担心 现在最重要的事呢 是你回去好好地休养 养好身子 芸妻现在应该在永寿宫 一会儿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自然会把大娘的意思 全都转告给她的 嗯 姐姐啊 这个朱差真的很配你 这差是吉平娘娘送给你的 姐姐不可以要的 有什么关系啊 姐姐 你平常那么疼我 就算皇上他日送我朱差呢 我也会像今天这样跟你一起分享 怎么了 姐姐 是不是袁琪说错话让你不高兴了 不会的 袁琪 现在你能够先拔头筹 姐姐开心还来不及呢 但只怕好事多磨又出岔子 是不是刘大娘那边又有什么消息啊 耳春真的没猜错 姓孙那人真的知道了我们换药的事 所以大娘吩咐我们一定要按兵不动 算了 姐姐 我们虽然不可以让那个玉婴继续病下去 那至少耳春姐姐可以服用原来的药 能够康复吗 这也是一件好事啊 你这么说也对 但是只怕小林子那边 一向都有人帮她跑腿的 一时之间来不及通知啊 姐姐的意思是 明天仍然有人把药调换啊 嗯 如果孙白杨一心求证的话 到时候就会证据确凿 我们就无路可走了 放心吧 姐姐 他们送药来中翠宫啊一定会经过正殿的 那我趁没有人的时候呢 偷偷地换回来就行了 妹妹你果然想得周到 不过要妹妹你冒险啊 姐姐啊 媛妻最近老是只顾着去永寿宫那玩 根本就没有跟大家分晕啊 我出一份力呢 是应该的 要不然到时候啊 我们怎么可以接近皇上呢 皇上到时候看见媛妻你呢 心腰留白 自然就会爱不释手啦 姐姐啊 您是这样啊 你真没用啊 穿着衣服还这么害羞 到时候让太监脱光衣服 抬去皇上请过那怎么办呢 嗯 姐姐你说的好难听啊 什么难听啊 难道你忘了 大娘教过我们呢 在皇宫里边呢 什么事情都是有规矩的 就算连妃嫔受宠这也不例外的 那 首先呢 就要唤醒梳妆 跟着呢 脱去外衣 然后太监呢 就会拿张毛毯包着你 抬去皇上的寝宫 闷受圣宠啦 这个呢 就叫卑宫了 那就像毛毛虫一样 让人抬来抬去咯 那元妻你想不想当毛毛虫啊 想啊 当毛毛虫我会变成很美的蝴蝶嘛 好 姐姐一定会为你 这只狐狸开路的 那儿 让你能够破浅而出 姐姐 还请啊 咱们快记着姐姐 你没事吧 你 你还玩 待会儿呢 公公 这封信不是有什么问题吧 这封信怎么来的 刚才静视房门房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人放下给公公的 那就是没人看见送信的人了 奴才看抬眼 奴才办事不立 奴才立刻去查 算了 算了 我看我要去一趟永寿宫啊 是 姐姐 尔淳 你这么近来很容易让玉盈看到啊 你看看你啊 病成这样 我让御药房呢给你煮了点姜茶 吃着喝了它吧 谢谢姐姐 一定是你昨天跟着出来收了疯 所以今天呢才会咳嗽得这么厉害 对不起啊 姐姐 我并不想让你担心啊 二川 你记不记得 我们三姐妹以前在承德的日子啊 记得 那时候呢 我们在义父的别院那儿 大娘日夜受训 白天就要练琴 晚上就要练字 最后呢 袁琪终于熬不住病了 你为了怕她让大娘责罚呢 自己不睡觉 连夜帮她把字写了 没想到第二天 连你也病了 不过你跟袁琪一样 也没逃出大娘的责罚 那时候的日子虽然是苦 但是那也叫苦中有乐 那是因为我们三姐妹 可以同舟共济 互相扶持嘛 要不然怎么熬得住啊 但是相比以前的日子 各自流离失所 怎么算是熬呢 你说得对 一父对我们 的的确确恩重如山 所以不管变得怎么样 我们三人之间 一定要一个 可以得到皇上的宠幸 是不是 姐姐啊 你无缘无故 跟我说起以前的事 是不是有什么话 想跟我说 姐姐是想知道 如果袁琪到了现在 再次有难 你会不会像以前那么笨 不管自己的安危 就去救他们 姐姐 你说什么 天兰 我问你 你是怎么打扫我的房间的 小主什么事 我用的那把扇子啊 一早起来就不见了 怎么找也找不着 你呀 是不是趁打扫的时候呢 顺手牵牙了 小主没有这种事 我进去帮你找找吧 不过 先把东西放下走吧 哦 是 什么 你竟然让袁琪去换药 小林子已经听大娘的吩咐 不再把药掉包啊 你竟然不通知她 还让她把药栽换过来 要不是这样 恶功我怎么能人脏病祸呢 你干什么呢 你竟然想换药 袁琪 袁琪已经让她当场抓到了 你想阻止也阻止不了 外面那个是袁琪 她是我们的好妹妹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为什么呀 换药的事已经露出了马甲 我们一定要交个人出去 才可以让其他人示意 孙白杨也要记义服三分 她根本不会把这件事宣扬出去 义服生死未备 我不能够卖这个玩意 既然袁琪已经得到皇上的注意 大爷得成指日可待 这才是旧义服的良策 袁琪何德何弄 为什么皇上看中的是她 而不是我 小主 你实在太过分 枉费娘娘对你的一分赏识 我 我们共处托您 姐妹情深 你竟然为了一己私欲而视如无物 你根本就不配当我们的熊姐姐 你有没有为义父着想 如果我们身份败露 这事就为牵连义父 你这么做 不是也为一己私欲吗 事到如今 只有我一个人 可以担负义父的重任 你病成这样 我今天来跟你说清楚 是不想你以后知道这件事胡思乱想 难道我这点苦心你一点也不明白吗 更何况 袁琪她身性单纯 就算真的得到皇上的宠幸 也不一定可以帮义父 与其这样 何不由我顶上 免去以后的麻烦 丫头 公公 求求你饶了我吧 饶了我 我也带错了 公公 我求求你了 不要 不要 公公 饶了我吧 公公 别起 别起 阿淳 阿淳 公公 饶了我吧 我不敢了 公公 求求你给我个机会 不关我的事啊 公公 放了我吧 公公 求求你呀 不不关我的事啊 求求你饶了我 公公 公公 求求你给我个机会呀 姑姑 求你 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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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鄂公公现场所见 的确证据确凿 奴才亲眼所见 的确人丧病火 那就是说 昨天收到的匿名信 当中并无虚言 回音娘娘 照奴才的预见 秀女元旗 私自换药 企图阻挠玉营 跟尔淳小主 两位的病情康复 照说应该有一段时间了 如果从中有人发现 而作出告密 也并不奇怪 本宫不是觉得奇怪 怎么会有人动心一气 而是好奇 到底这个匿名报信的人 这么做所报的是 个什么动机呢 很明显 此人一心是想 靠拢娘娘您吗 何意见得 因为照说 此人应该把整件事 直接向皇后娘娘禀告 但是他竟然写信给奴才 而且他还算好 奴才一定会把整件事 向娘娘您禀告 就单凭这一点 可以知道此人 一心一意识 想向娘娘您献宝 以求赏识 一个聪明人 是应该要赏识重用 但是一个太聪明的人 如果把他放在身边 那只怕会成为他的踏脚石 而这种人 才会更危险 我早就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我身上的疹子 这么久还没好啊 而你的风寒呢 这么久也没好 尽快恶公公那么精明 石破缘起的奸计 要不然呢 我们姐妹俩服错药 不知道服错到什么时候 哎呀 你还在咳嗽啊 谁都怪我不好啊 你在宫里人缘那么好 那些人啊 是想对付我吗 才换药的 现在把你也拉下水 大不得如飞娘娘 重重地把那个元旗治罪 像她那么狠毒的人啊 把她赶出宫啊 还不是便宜了她 你 你怎么了 你别这样啊 你 你不舒服啊 你别这样 你 你这样 不是 我没事 我只是觉得 后宫这里很险 月儿害怕 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友谊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没有一个人 值得我的信任哪 那我呢 我不是人哪 我跟你说啊 你看着我 你信我 我信你 开始是这样 以后也是这样 你知不知道啊 尔臣小主 进来吧 孙大人已经到了偏厅 准备为尔臣小主请卖 嗯 妹妹啊 你一会儿呢 把完卖服完药 好好地休息啊 其他的事就别胡思乱想了 知不知道 玉婴小主吉祥 孙大人 你来到这是时候 你看我身上的红疹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我听你的话 按时服药啊 那就好了 最近中翠公 发生那么多事 给大人增添了不少麻烦 大人 对不起 下官还要赶去 给尔臣小主请卖 失陪了 尔臣小主吉祥 尔臣小主的病 虽然不便吹风 但仪式闷热也非好事 可否多涉一些鲜花呢 奴婢明白 奴婢立刻准备 有劳 大人不必在人前人后 为尔臣这么操心 你是病人 我是大夫 这个是我的责任 尔臣今后 自然会服应该服的药 大人也不需要担心 有人会把御药房的药 调包而交给他人 自从元妻小主 让鄂公公勤获之后 尔臣小主 你当然希望 没人再追究这件事情了 你以为我一心嫁祸他人 以求脱罪 大人 你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事吗 下官余鲁 知道不多 也不想多想 但是至少 下官知道小主是 昔日徐公公立邀下官 在后宫里 多加援手的那一位 但是据尔臣所闻 你也没答应徐公公 做任何事啊 反正以小主的材质手段 又何须用得着下官 孙大人究竟想说什么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是非 而紫禁城的是非 更多更荒谬 下官只因生性怯懦 才会知而不告 但是换了其他人 是非就毫比一份人情 所以以后 小主以其处处算计人心 手段进出的力争上游 我劝你不如 安守本分顺其自然 其他小主毕竟是凡夫俗子 他们既没徐公公 这么有力的后台 也没有小主你非凡的智慧 既善既服 饶了他们吧 病啊 大人你可能能绝好 但是人的心 恐怕你没这个本事去改 孙大人 玉莹小主吉祥 你一定再找小李子吧 不好意思啊 玉莹刚刚叫她先回去了 小主这么做什么意思 我知道大人品性率直 一向不肯收别人的礼物 但是玉莹真的无以为报 所以才前走奴才 为的是没那么多人说闲话 希望大人可以收下我这份心意 小主我看你误会了 下官的职责是治病开药 其他的事一概不闻不问 大人何须客气呢 这次的药调包一案 如果不是大人你及时揭发 玉莹的小命早已不保了 小主的性命 有始至终都掌握在小主手上 本官不敢要这个功 我不懂大人是什么意思 如果玉莹小主 当日真的错付了 耳唇小主的药 那肝风跟热毒会相同 风不散湿南化 原本的湿疹会变成巡马疹 但是照本官所看 小主没有这个病症 我 而原因是 小主早就知道 药唐让人调包 所以一直没有错付 其实你是想下官 发现有人调包生事 想把整件事张扬出去 是不是 孙大人 下官不才 整件事都是要恶空空侦破 与本官无关 如果你想送礼的话 送给他吧 我 至于小主你这副 楚楚可怜的嘴脸 然后看见本官 还是可免责命 你一时间错摸 终因结果 然后万劫不复 明明灭灭目光交错 苦海点猛风 是你闪身路过 竟有人着目 为你牺牲已注定 此心艳绝症 尝尽你的披顺要我命 连累我眼睛 挂念有声 轮回在生生死死感情 才能财尽兴 可笑爱情为殉情 大半生沦落至此 一百过未经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